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新杂志大曝光,穿皮衣气场十足,另类风格大获好评。 明星拍杂志,款式简单会吐槽时尚感不足,如果作风是他要勇敢的战斗,他抱怨雷电。 因此,能够找到合适的风格并驾驭他是非常新的的。 除了他的风格,还取决于明星自身的时尚表达方式。 近日,杨子为某杂志拍摄了一组时尚大片,这已经是杨子本月拍摄的第四张时尚大片了, 而且每一张都与上一张截然不同,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很多人认为他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这部大片上映后,画风也是不一样了,也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首先是封面。 杨子身穿黑色长款皮夹克。 手腕上大胆的手表是全身的亮点,非常显眼。 再加上乌黑的长发,整个人气场十足。 这张封面中,引起大家注意的是杨子的眼神,专注而犀利,特别吸睛,身材匀称,一身大老板的打扮。 而这次的封面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很多人都称赞曾经的林家女孩变成了当家女王, 而除了妆容之外,杨子整体的时尚表现力也得到了体现。 这种体型的照片。 相机造型霸气,手臂随意支撑的休闲风,背坐在椅子上的随意姿势。 点。 除了封面的大胆,在这部大片中,杨子还有着独特的时尚造型,身穿黑色蝴蝶结套装, 绣出美杯美腿,飘逸的长发更是让人慵懒,也让人觉得。 恼人的很少有人会惊讶于杨子能打出这样的风格。 此外,在这部大片中,杨子还演绎了很多大家一直想看到他穿的衣服, 比如一身黑色上衣,一头长发,眼神炯炯有神,十分吸睛。 比如一字肩连衣裙搭配时尚高跟鞋,瞬间变身妙龄小姐姐。 这种造型除了在电视剧里很少见。 除了妆容,这次杨子的妆容也很出彩。 包罗万象的眼线搭配闪亮的眼妆和质感十足的妆容, 可以大大改变整个人的心情,让他看起来更时尚,也更贴身。 你怎么看杨子杂志的最新大片? 王家尔的港男气质从何而来? 今天来写写我的宝藏男孩王家尔嘎嘎。 估计大家都是看到他的塑料普通话视频,认识他的吧? 也就因此以为他不是中国人所以中文不好。 出道前他还是一名肌腱运动员,得过全国奖的那种呢? 因此他是又会肌腱,又会唱歌,又会创作,又会主持的全能 boy。 对没错,他普通话不好还会主持节目,我就是看了他和何老师一起主持的节目熟悉并爱上他的。 就是因为他的普通话说得不好,频频出错,可爱到我了。 那时候他还是一只软糯糯的小奶狗,笑起来我的心都坏了,害谁叫我就喜欢又帅又有趣的男生呢? 后来啊,我感觉到他变了,变得不是那么开心爱笑,他不再是染着一头白发的阳光男孩,也不会再闹着和别人比腿力,他收起笑容,藏起心事,他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穿起西装开始散发出男人味。 直到我看到他穿着白衬衫的照片,我才惊醒,原来他没变,他只是多变,他可以有孩子气,也可以有男人味,还可以加在中间当个少年,他身上有一种气质,也就是所谓的港男气质。 要我说他的气质和鼻子有很大关系。所以不同的角度他的鼻子有不同的变化,带来不同的气质。 这张脸用这张嘴雕玫瑰,王嘉尔你要不要这么会撩? 王嘉尔见到杨子,害羞到垂墙,王嘉尔整场节目携带秘之微笑。 杨子作为新生代女演员中的演技扛靶子,确实出演过不少优质的作品。 并且杨子还是童星,从小就开始演戏,想必我们这一代人都可以说是看着杨子的戏长大的了。 除了小时候演过的《家有儿女女生日记》等快智人口的影视剧之外,杨子近年来的新作品也备受瞩目。 不论是《白蛇传说》还是《香蜜沉沉浸如霜》,亦或是还未播出的《蜜之盾鱿鱼》,这些作品都奠定了杨子在女演员中的地位。 因为现场做着自己的偶像,所以王嘉尔整场节目里都面带蜜之微笑,甚至在害羞的步行的时候只能用手锤墙。 害羞到锤墙的王嘉尔果然是一枚资深小迷地啊,和杨子的各种互动也是让人不禁露出乙母笑。 杨子的性格和王嘉尔一样,也非常活泼开朗,小编觉得杨子和王嘉尔说不定还真能成为很好的朋友呢。 但是以王嘉尔对家有儿女的喜爱来说,要想让王嘉尔面对杨子时不害羞,似乎还有一些难度啊。 王嘉尔追星成功 杨子应邀参加拜托了冰箱,王嘉尔便迷地守护。 最近几年,除了平常人追星之外,明星追星的情况也越来越常见,他们和我们一样,心里也会有自己喜欢的偶像,比如王俊凯喜欢周杰伦,张艺兴喜欢林俊杰,吴景岩喜欢苏友鹏等等。 为了让王嘉尔圆这个与偶像见面的梦,何俊特意让王嘉尔在节目上对着镜头,喊话杨子来参加拜托了冰箱,但一向大大咧咧的王嘉尔在面对自己的偶像时,连名字都不敢喊出来,只是小声地说了句来吧。 莫了还说你听见我的召唤了吗?说完后就开始傻了,这样的王嘉尔简直不要太可爱,他迷恋偶像的样子,大概就是追星女孩本人了吧。 杨子要来,是不是意味着王嘉尔追星成功了? 从节目组放出的下期预告中,我们可以看到,面对即将要来的偶像杨子,站在门口迎接的王嘉尔,难以害羞的表情,何俊故意激他,大喊巨星不易指的是毛不易,而难着迎接杨子牌子的王嘉尔喊了半句口号后就害羞地笑了起来,这害羞又紧张的王嘉尔,是迷地一枚没错了。 在杨子到来后,何俊又故意使坏,当着王嘉尔的面与杨子实质紧扣,并问王嘉尔,你看见我们俩这种手势,你有什么想法吗? 秒遍迷地的王嘉尔在这时候变成了守护杨子的小天使,站在杨子身旁,霸气地让何老师离开,用说的不行,最后直接用动作强行拖走何老师。 看到这儿的小编简直要被笑死,果然啊,追星的人都是不能惹的。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